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符号检定 我们这个单元介绍两个相关母体的中位数的检定 符号检定的方法的话呢 针对两个相关母体的检定是否相同的时候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方法是第一步 先把这个成对的观察值 先做一个相显的动作 如果说这个相简 我们的观念是什么 我们的观念就是 假设这两笔资料是接近的 相简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 正号跟负号应该会不至于差太远的一个观念 那么我们的检定方法也是一样 跟单一母体的方法是一样的 都是以批植的方法来做 批植的方法 以前我们是这个eta是等于eta零 就固定的某值 现在其实是一样的 这两个相简 如果是说是不是相等 如果是相等的话呢 就相简等于零 这一样的意思 这是双尾 那么我们做的时候是两尾 两尾的部分 那么这是单尾 这是做的是右尾的部分 右尾的我们的批植就这样算 如果左尾也一样 我们的批植也是一个一个算就对了 那么做法是很接近的 那么我们就找一个例题来让各位同学熟练 同学就知道怎么做了 符号简定来做 来我们看看例题 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也是一个符号简定的题目 这是明传财经的研究所的考题 那题目内容我们看一下 汽车厂商为了要研发安全驾驶系统 是否有效的提升驾驶安全 所以他去做了一个测试 这是一个相似样本 12个地区进行测试 结果呢 有庄跟没庄 这个发生的事故率如下表 那么特别著名的这个数字 不是说他的数字高 其实是不好的 数字高就代表的是 有发生事故了 所以越低越好 这怕同学误会 那么他要我们要求什么 要用符号简定法 然后用近似常态的方式 简定是否有装此系统的地区 较为安全 那么他这个题目 还要用近似常态的方法 那他意思就是不要我们用 原来的二项分配的方法 那么没有关系 我们一样可以做 那么现在要做比较 很简单 来我们看上面跟下面 我们就来做一个相减的动作 先来减 看看正负的变化是怎么样 这个是正的 这个相同的话 我们称为tai tai的话呢就是 这个就是平手 平手不要理他 我们就不要了 这是正的 正的 这是正的 这是负的 这是正的 正的 正的 这个平手 平手不要 正的 这个呢平手 所以这里边有几个几笔资料呢 123456789 有九笔资料 剩下这些三个平手的我们不要了 N等于九 那么现在我们的基本假设 我写下去 这是 假设是一样 第二个 第二个是什么 这个 有无装比有装要来的 数值要来的大 这是我们的虚无假设 事实上的话呢 应该是了 这个本来就是 是不是有明显比他大呢 是有比他大一些 没错 那明不明显 我们来看看 显不显著 我们就往后看 我们的题目是要算的是 大于等于八 在零点五的情况之下 那现在因为他呢 他有他有几个 有八个正 四五六七吧 九个里面有八个正 那么我们就直接就算 他的几率就好了 直接算他的几率 这个几率 这是批值 是多少 来算一下 这个地方是 二的十次方是 一一零二四 那么二的九次方 就是五百一十二了 这个地方 九取八 是九 九取九是一 所以是十除以五百一十二 那是多少 0.0195 0.0195 这个意义是代表什么 代表的是 他的批值 如果说 α是0.05的前提之下 0.0195 是不是 比α值更小 所以 我们可以这样说了 这个是 结论显著 显著的意思是 代表的是 确实 我们接受了 这个ε1 大于ε2 也就是说 这个ε2 有桩 确实是比较小 确实是 有效 他的事故 有效的降低 那么我们来做做看 用的是常态分配 来做做看 常态的方式 Z等于 这个是二项分配 二项分配 那我们就 就算它是 NP 是什么 平均数 这是NPQ 是什么 NPQ 代表的是 变异数 开根号 就是标准差 那这体的话 N是几 N是9 P是1分之1 S是几 S是 我们有8个 8个正 所以是S是8 我们算一下 8个S NP是4.5 4.5再乘上1分之1 2.25 开根号 那这个是 这应该就是 1.5 上面是3.5 所以得到3.5 除以1.5 那是多少呢 2.33 如果以 如果以单位来说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 如果是单位 那就是1.645 如果说是 双位的话来说 是1.96 无论如何 它都怎么样 2.33 这个是 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它比 1.96 还要更大 它比1.645 也要大 所以我肯定的说 这个是 结论显著 结论显著的意思 代表的是 装此系统的地区 有没有比较安全呢 有 它的这个 造势的这个 次数 确实是比 没有装要来的低 好 那么 我们做了这个立体以后 我们就知道 我们这个 母体的话呢 这个叫做 符号减定的做法 是怎么做的 我们只考虑正负 不考虑直的大小 只考虑正跟负 就是称为 符号减定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的是 符号减定 符号减定 它的这个功能 其实是很单纯的 就是减定中位数 是否 某特定值 要不然就是减定什么 两组母体的这个中位数 是不是一样 那么现在 这个题目 单纯就单纯在 它只考虑正负 不考虑大小 那么其实 这样的做法 没有说很好 我们将在后面 我们会介绍一些 类似的做法 他们不但是考虑正负 他还要考虑 差异性 因为他差很多 其实影响应该蛮大的 那么他的做法 那个后面 我们会介绍 那么我们要特别提醒 这个 它的抽样分配 S就是指的是 正或者是负 都一样 这是正号的 这个抽样分配 它是一个 二项分配 是一个间断型的 它不是 连续型的 所以我们在算 信赖区间 没有这么样的 随心所欲 我们都是 间断的一个一个算 我们在这里 译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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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似的